天使有說我們TNC電競戰隊的工會秘密基地 就在這附近 江湖傳聞 戰隊會長很深 終於能見到本尊了 請問哪位 這什麼怪物 難道這裡在做什麼生物實驗嗎 有預約嗎 難道 明明你 你叫李湘明的吧 啊 進來 哇 我是用這台電腦嗎 沒你的份 用你自己的 好 那網路可以 網路可以連工會的 我連不上網路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沒有網路 就像沒了 陽光 空氣 水 就像我們戰隊 如果少了會長的帶領 我也很難打出好成績啊 你這個愚蠢的鄉明 你竟然錯網路線啦 笨死了 你才笨咧 你要是多懂網路啊 笨咧 網際網路的基本概念是藉由電腦間的連結 使彼此能夠簡單的進行資訊傳輸 在還沒有網路概念的1968年 不然讓兩台電腦能相互接收 由加州大學洛杉磯 諮詢科學教授領導的團隊 受美國國防部的意囑 致力研究 視力研究將資訊 分解成可供網路傳播的數據 1968 那不是五十幾年前的事情而已嗎 所以網路是從美國開始的啊 對 到1969年時 也就很對於史丹佛的合作夥伴 在APPA網輸入LOGIN 傳送的第一個風包 雖然最後只成功傳送出LO兩個字母 但APPANET的正式問世 開發世界上第一個風風交換網路 怎麼樣 誰比較厲害啊 原來如此 網路居然是這樣子來的 但我還想再考一下你 好可愛 可以嗎 親愛的會長大院 隨便 剛剛好可愛說的 分風交換網路是什麼啊 Bipo 簡單說 就是一種網路傳送資訊的方式 比如我要寄一封E-mail給你 網路就會進行風風交換 把要傳輸的資料 分割成多個小段 送到你的電腦 然後再重新合成 這樣就可以在安全快速的情況下 讓你成功接收到 我寄給你的E-mail內容 聽懂了嗎 原來電腦是這樣子傳遞的喔 嗯 那我們開始訓練 但是女神會長 如果我是想要上網找資料呢 網路怎麼知道我要找的資料在哪裡 不會帶我到錯的地方嗎 我沒有啦我是說 你終於問到重點了 這就得感謝Domainnet 在網路的世界中 每個網站都會有一組ID位置 也就是網路世界中的地址 不過ID位置是一組不容易記憶的數字 為了讓瀏覽網站更容易 Domainnet網域名稱的概念便因運而生 有了Domainnet使用者不再需要記憶IT位置 而是透過輸入域名來找到網站 例如輸入www.twnic.tw 就可以連結到twnic的首頁 這就像在手機通訊錄裡輸入聯絡的名稱 就可以找到相對應的電話號碼一樣 那...可以加會長的家裡電話號碼嗎 那... 不要一直吶 不要一直吶 不要一直吶媽咪 這有你問題最多 網路聯好咧 要開始訓練了 最後一個問題 我昨天看到這次世界大賽報名 有兩組隊伍的成員暱稱一模一樣 直接抄襲去年冠軍隊伍 網路世界這麼大 難道不會有些網址重複嗎 啊... 第八 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網域 如果要讓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 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 而通常是有網際網路名稱 與數字位置分配機構 ITN負責在全球卸調這些唯一式編碼 沒錯 而在台灣 是由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來負責頂級郭媽網域名稱 今天沒訓練完 不准離開 嗯嗯 不用離開這聽起來不錯啊 僅剩我跟慧城兩人 光能管我獨處一式 多麼浪漫溫馨啊 哎唷 你不要以為你傻小聲 我就聽得到 別忘了我可是高級技能機器人 你就是愚蠢又好色的人啦 別忘記按下訂閱 下一集 我們會談談DOMANDAN在網路上的詳細運作原理 我是想幫隊長這樣無博義互互幫打啦 人家怕他肚子餓喔 如果想了解更多與IP相關的資訊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